歡迎大家收看這個節目《新人透視》 《起營光幕》左邊的我是叫快必 《起營光幕》右邊的右公左的就是紫健一 今天來到現場時 我們還有香港電台的朋友 香港電台準備派快必 他有一個節目叫什麼《窮富翁》 《窮富翁再戰江門》 《在戰江門》 《窮富翁再戰江門》就是頂了 謝志豐城市論壇那段時候 是呀 肯定沒有人是 他強烈要求我們一定要講高鐵 他不想講基督教的選委 基督教的小串子 都能阻備小串子 即是他不想講 所以要求我們講高鐵 我們先講高鐵 所有高字頭的人 那些名字我都變成了膠字 基督教有一個很出名的弟兄叫做膠浩正 你懂不懂嗎 膠浩正 我前一陣子在AM730 先看到膠浩正的一篇 什麼 真的七到八 什麼七到八 七到八 就是 你今天被人錄的 你的名字還不明顯 暫時彰顯不出來 我們先講高鐵 不要講高浩正 為什麼 高鐵有什麼高 高鐵死的人多 其實我們這樣欺笑怒罵 講一件死的人多的事情 其實都不是幾好意思 但是一種無奈 其實如果有看我們節目 為了聽聽 我們另一個網上電台的 得罪人多清風人少 沒錯 這節目你就知道 一早就講了 你起高鐵不單是講蔡元川的問題 還有一個洗黑錢 背後整個中央政府洗黑錢 有些人去怎樣用高鐵來掠水 泡沫的過程 洗黑錢為什麼不拍電影呢 洗黑錢派你找杜琦峰 就好像那些英女王電影公司那些 洗黑錢最好就是拍電影 英女王電影公司 為什麼要起高鐵來洗黑錢呢 大一點 電影已經不夠大 大一點 那件事整個 那個錢賺得大 那時候講過了 本來公司跟江澤民 甚至是跟我們某些高官賈慶紅 那些子子孫孫 那些女女 有密切的關係 那些賴昌星 待會我們說賴昌星 為什麼被人拘捕 搞了這麼多年 現在才是印度 19多年搞了 19多年為什麼要弄到 小時候已經聽賴昌星 為什麼要看江澤民死之前 爲危當中 爲危當中 會發生這些事情 跟亞洲電視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 有什麼關係 很厲害 就是 高鐵這件事跟賴昌星 有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直接關係 也有間接的關係 那些貪污 那些就是 所以 為什麼當時反對起高鐵 不要說錯誤不錯誤 為了自己的祖國 為了一條命仔 都不應該起高鐵 因為中國人現時的貪污 就是我們祖國裏面的貪污 這麼嚴重 你還在那裡起高鐵 你就是賺一條命的後飛 你想想 連整包煙 居民 裡面的雜質多到抽筋 都吃死你 吃煙不會患肺癌 可能吸了什麼 我看完這宗生物 我馬上想核電 不知為什麼 因為我最近 你也知道我和 文思維衛 反核老組文思維 沒錯 我們最近走得很遠 你最近走得很遠 我們經常去討論核電 你知道中國大陸 現在是 文思維告訴我 基本上是全球的 消費核能 或者蓋核電廠 已經是數一數二 大國崛起 核電強國 厲害厲害 還說自己 不用法國 德國 高科技那些 自己找羅家英起 厲害 怕不怕 不怕 遇到死不怕 我們早前還有摺椅 那些摺椅還可以防輻射的 太陽能電筒那些 你怕不怕 太陽能電筒 和防輻射 防輻射摺椅 所以你放心 我們早上發明了一些東西 一定有東西頂住 你不用怕 那些輻射不用怕 我們有很多東西 抵擋著 防輻射手機 防輻射的軟糖 防輻射軟糖 防輻射低蛋 甚至乎不吃蛋 可以有防輻射豉油 沒錯 防輻射發菜是死味 沒錯 你不要以為它真的是豉油 其實是頭髮 頭髮的防輻射 沒錯 以被知道還私被身 因為我們中國的創意是無限的 你猜不到 所以我看到這宗交鐵事件 我馬上聯想你的核電 多危險 你可想而知 高鐵這樣也是死了幾人 三十幾 不是 今天應該是四十幾 四十幾 四十幾 差不多一百 九十幾 那你那些核電的 你不是還有什麼 什麼其實是粗口 但我們請物粗言為語 所以我就 還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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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什麼 核電 核電怎樣 還有什麼 核電 就是什麼死了 核電就是全家 其實核電那種災害 是比較高鐵事件的死亡 好一點 還好一點 當然 核電是全家死的 高鐵就是死父母 死剩小朋友 那個真是慘 那就是那種剩下來 孤零零的感覺 你想想 我們中國一早都想到這件事 即是你死高鐵 很慘 剩下家人 小朋友 帶核電不怕 全部死 死了 那你不覺得我們中國是很有 很有良心 很有先知性 先知性那種 很前瞻 沒錯 所以我們就行 高鐵 說回來 其實我們去年 已經說了很多次 真的 怎麼說 遲早買它一定死 沒有想著它死得那麼快 人家在日本建了幾十年 都沒有這麽嚴重的事情 你打個黑癡 即天打個雷 打個黑癡 就什麼系統都破壞了 陳雲就說他被雷劈了 陳雲就用一個靈異的角度解釋 這次真的是被雷劈了 沒錯 當然是被雷劈 是的 我們呢 我們怎樣看 除了被雷劈之外 沒有 中國這個 國家這樣的社會 你如果不能夠 善良一點說 即是有一個法治的社會 變成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 你就不用指望 極端一點說一句 香港電臺未拍過 你不結束的 黨主任推翻它 你不用指望 你不用指望 這個實在是太龐大的貪污集團 你不把連根拔起勾爆它 你根本上是不能夠的 這個國家 不能夠的 你只有訓練更多的人才 現在大學上位的數字 即是我在國內的大學 然後去做政府公務員 然後被這些罪的感染 是不斷發生的 已經是成為一個集團 你明白嗎 即是大的結構 是的 你沒有辦法的 你包括香港的牧師 直至入了一個位 是 為何香港教會被統戰 那些牧師 80年代開始 上世紀 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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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就是一個 分水嶺 有少許不同 但是到了03年之後 你看到香港教會 越來越恐怖 沒有 你被那種滲透 為何呢 沒有辦法的 他吸引香港教會的人去投資 所謂全福音 其實就是一種投資 然後吸納更多的資金 所謂的奉獻 然後你進去 你一定要跟他打交道 互相的影響 一定是近諸且直近脈 你猜他信了耶穌 他信了耶穌 他信了耶穌 其實根本對他來說 沒有意思 整個信不信耶穌 最重要 就像蘇星寺所說 整本聖經 就是講禍 這個已經是很明顯 一個被中央統戰之後 的一種神學的結果 你不死也沒有用 這次出事那一段交鐵 其實都是常乘的一段路 我也有些朋友 經常要往返福州 現在遇到的是溫州 經常要走那一段路 乘上去上海、北京 踩單車安全一點 乘你爸爸又怕整輛滾下去 騎駱駝 踩單車 騎馬 那應該可以一點 是吧 所以 還有現在救援的 救的時候 未有個小女兒 他打算救了 把車去 拿去支解的時候 才發現那個小女兒 你知道嗎 就是死了媽媽 就是那個 所以這些真的令人很離譜 不過今次也有些少少特別 交鐵的董事 就出來鞠躬 就是鞠躬 就是做戲 就是像溫家寶一樣 現在你看一下他是不是進步 你看稍後那種賠償 以及那些 公開調查的透明度 沒錯 以及那些受傷的人的賠償之外 以及死者裏面的 之後他的家人怎樣去維權 其實都是另一種維權的運動 直接是 今天看新聞 我們已經看到有一群朋友 就是尋釁滋事 我當然要站起 因為他現在正在拍攝 我就站在政府的說法 有一群人在尋釁滋事 就是那些死傷者的家屬 就是尋釁滋事 那些當然是搞事 搞事分子 你看一下 如果傳媒不報導 他繼續要求索償或調查 你有什麼結果 看看這個中央政府有沒有改變 真的 會不會說他們尋釁滋事 趙連海 尋釁滋事 結果都是這樣 因為他要調查 他就等於披露了他後面很多的問題 政府本身的問題 他當然要隱藏自己的罪行 等於512大地震之後 艾未未他們 譚作人他們未要調查 要公開 要透明度 要訪問那些死亡者 全部未堵實 即他可能在今次事件 賠錢就了事 賠多些 讓你收口 但是有些人不會收口 會希望更多的資料 和結果知道 這些人是不是貪錢 多事 嚴賠償少 沒錯 又入這些位置 當然入這些位置 最好入的 共產黨有什麼位置入 共產黨很多東西 入這些經濟的位置 你當然是貪錢 嚴賠償不夠 所以又出來尋釁滋事 包二拉 嫖妓 搭高鐵去包二拉 沒錯 找到你 不知道中央政府 我們只是那幾尾 你搭高鐵去包二拉 天收你 炒車 真的好奇 如果那個小女兒和媽媽去新冤 那怎麼辦 那個小女兒是包二拉 真的好麻煩 這件事 還有沒有聽過 那個黑盒 原來那個 交鐵也有一個黑盒 有 黑色的 有一些 裡面的資料 就是 遺失了 就是 還原不回整個過程 有沒有聽過這個 我沒有聽過這個 沒有 因為我老婆 在上高鐵也有些勢力 是嗎 在溫州那裡 很多人做生意 厲害 在那裡有個分局 是呀 怎樣 有一個黑盒 有一個黑盒 它是有些資料不存 究竟那個不存 究竟那個不存 還有炒車之後 是六分鐘才收到那個報告 整件事 這麼快 六分鐘 是呀 比以前快很多 如果幾十年前 我們組閣進步了多少 還有好像那些電視節目 到底那六分鐘 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在背後 為什麼那個黑盒 會有些資料遺失了 背後有沒有什麼人為的因素 有 留意今晚大空笑 那個叫什麼 是 李承責 是不是想說李承責 是呀李承責 香港原案 還有那個什麼 張可兒 不是 不是嗎 張可兒做的嗎 張可兒做大空笑 還有李燦榮 對 李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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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空笑 怎樣 香港電台來拍 好像有點局限 沒有 你說得很爆 很爆 很爆 很奇怪 很奇怪 為什麼很奇怪 不知道 心理質素有問題 是 所以說回黑盒 黑盒其實是假的 不是 它是壞了 就是壞了 收到內地同事 一定是壞的 因為人為因素 人為因素 因為它買黑盒給高鐵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有問題 你買大陸電芯 用五分鐘就沒有了 通常都是 你試買大陸的電芯 很便宜 很便宜 大家都有電芯 用五分鐘就用完 你試過沒有 那些很厲害 即是大陸各產貨 但香港的交鐵會不會有這樣的事 當然 當然 是否同一條 因為它是同一個網絡 對 到最後可能會用那些工程師 那些公司 甚至那種思維背後的操作 可能都一樣 對 那怎麼辦 如果大家覺得心無可戀 便可以回答 心無可戀的時候 你可以回答一回答 人一世就是一世 人一世就是一世 如果大家有信仰不想自殺 但又很想死 其實在中國裏面有很多方法 例如坐高鐵 沒錯 坐飛機坐高鐵 或者用國產電器 吃國產豬肉 沒錯 豬肉精就是高調處決了那些朋友 即是審結了個案 那些都是蝦冰蟹獎 實際上那些大老闆永遠都捉不到 即是代罪羔羊 那些人當然有罪 當然有問題 但它背後再哪一班人操控 就不知道 我還未講賴昌星 賴昌星事件其實大家 跟高鐵有甚麼關係 跟高鐵沒有直接關係 有間諜的關係 其實賴昌星事件 大家都知道已經很多年了 我們今集的問題可以叫做賴昌星 賴昌星坐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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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昌星 賴昌星 賴昌星坐高鐵 賴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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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強可能就是將來的總理 習近平不是習總 因為習總沒有聽 做了習主席 張會 那麼過程內 都要如何揮揮揮揮揮 當然要爆料 爆料是我們中國人 以及我們傳媒的興趣 所以現在 現在在運用賴槍聲的事件會否逐一披露在國內一些高官裏面的醜行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怎樣去燒到高官可以說要槍斃 貪官等 其實到最後你猜真是廉政公署 浪費氣 其實是一個政治鬥爭 其實大家是黑吃黑 看誰到最後比較黑 我可以披露你自己的醜行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 包括唐英年是江澤民的朋友 會否有影響呢 即是如果江澤民拒絕了 唐英年就 其實如果唐英年拒絕了 梁振英應該是大的 那阿范是甚麼呢 梁振英太差 所以梁振英太差 所以梁振英會出來了 我聽某人說 其實梁振英太出來選其中一件事是很不強梁振英 以及共產黨內的人都未必喜歡梁振英 但梁振英是屬於最根正苗紅其中一個 除了曾鈺成以外 其中一個最根正苗紅的就是梁振英 那要多搭高鐵 叫唐英年搭 他那麼鼓勵 是 車匯人亡 你中了一個是唐英年說的 沒錯 所以唐英年做特首也是當之無愧 因為說中了交鐵車匯人亡 所以說到賴昌星事件 為何今次引導的成功和這麼落力去談 包括外交部之間的司法部門 你看看中央的司法部門現在究竟是甚麼派系人亡 大家不用在這裏說了 一上網查查到究竟現在發生了甚麼 為何司法部門在現在中國的司法部門 這麼高調處理 辣昌星究竟他和現時胡溫 甚至是李阿強的關係是甚麼 即是你看到那個微妙的變法 司法部和政治和共產黨裏面的人物關係 就看到為何辣昌星事件會發展到這樣 很明顯的 你不要以為中國 真是好 有打擊探戶 你這傻傻牧師就會說這些 中國已經是跟以前不同了 當然是不同 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貪戶 現在已經有法治 又很嚴明 有些牧師真的說了這些話 又去了一些紀錄教的位置 其實我們很混集 沒錯 今天差不多了 下一集我們講紀錄教的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 罵爆一些我們最深愛的牧師 罵者愛也 罵他因為愛他 沒錯 沒錯 我叫這批牧師 下一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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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不願師父 請不施 我來看一下 你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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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